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裴洛西這個行程就被講說 他來跟不來的時候 跟來之前跟來之後 都有一些反彈的聲音 尤其來看到是華府智庫 國防重點的亞洲研究員 萊爾他說 台灣不是你美國政客的遊樂場 裴洛西訪台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另外馬歇爾基金會的這一個 也就是亞洲計畫主任葛萊儀 他其實非常的親台灣 而且親民進黨的 但他居然說 訪台時間不恰當 而且中國大陸視拜登為跛腳壓 而且也會擔心 美中關係會因此惡化 還有華友的專欄作家羅金也說 擔心北京會因此暴富 所以呼籲國際要加強支持台灣 還有紐實的專欄作家佛里曼也說 非常的魯莽危險而且不負責任 這個政治人物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評論 剛才街大使評論 那個佩洛西是戰爭反者 沒錯 但是沒有台灣這塊 民進黨執政的土地他來也沒用 但是因為他認為他在那邊有利可圖 甚至可以說是挑起兩岸的矛盾 挑起美中矛盾 那麼他才會來 假如是國民黨執政 哪裡會有什麼沒有什麼 就算把佩洛西請來 也不至於說會造成那麼大陸的反彈 我覺得這個差別很大 我們就是因為有蔡英文政府 一開始就是抗中反中 那麼當然會引起大陸高度緊張 高度不滿 那麼那麼多年來 美國一直也缺各種方式 包括默劍 AIT的理事主席 默劍也跟我們兩岸一定要溝通 那麼白宮印太總監 Cumbbell也說我們要趕快兩岸溝通 一面誤會重生 甚至造成誤判 那麼這都是我們都沒有做 蔡英文曾經在2020年10月的時候 開始拋出一些橄欖枝 但是去年鳳梨事件一爆發 他馬上就反目相向 大陸怎麼會信任你了 你現在要想跟大陸橄欖關係 不可能 所以說不但蔡英文有責任 蔡英文政府有責任 而且選他的817萬選民也有責任 兩岸關係好好的好日子不過 非要挑一個兩岸緊張的一個候選人 而且他這個緊張 製造兩岸緊張並不是從他 這第二任才開始 他從選第一任之前 他就已經抗中反中 這就是我們的選民的錯誤 什麼樣的選民選出什麼樣的領導人 我們自己造成的 可以說自己就重的因 當然要自嘗後果 從當年的所謂的辣台妹 那這一次 裴洛西來臺灣之後 又想要墊高自己的聲量 尤其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大家關心了什麼論文們 也許就煙消雲散嗎 烏顧問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在這幾年的發展 其實也是蠻大的 尤其來看到 包括當年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經濟量體 是1.21兆的美元 排名世界第六 美國經濟量體 達到10.25兆的美元 是中國大陸的八倍 但是在去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經濟量體 已經來到17.7兆美元了 那美國是23兆美元 所以它的佔比 已經來到 中國大陸是美國的77% 另外最新的來看到 包括了世界前五百 前五百大的企業當中 中國大陸今年的上榜 31%超過了美國 另外一個最新消息 是因為裴洛西的關係 所以中國大陸主要的 電動車的電池供應商 也就是寧德時代 暫緩到北美來設廠的計畫 而且估計會 這個耗資是數十億美元 現在先凍結起來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因為 跟Tesla有關係 它的電池 是希望能夠供應給 北美的Tesla 所以這個 對 吳老師 對 那個 因為我研究就是中美科技戰 那我把這個所謂的科技 拆成科學跟技術 那這個科學我們要怎麼判斷 誰是誰非 或者誰的這個科學程度比較高 那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論文 發表了科學相關的論文 那中國大陸在最近這幾年 論文的總體的數量上超過美國 大概前年的事情 那時候很多人就說 你中國大陸論文只是數量超過 你的質量並不夠 那一本的論文到底質量多好 是看它被引用的次數 結果在去年呢 這個全世界有一個組織 來做這個被引用次數的統計 就在去年呢 中國大陸論文的比較最好的 前10%被引用最多的 這個數字呢也超過了美國 那而且還分了好多類 所以物理 化學 數學等等 這個分的不同的分類 所以換句話說 在科學這個領域 中國大陸這個超過了美國 就是最近是兩三年的事情 那你剛剛提到那個世界500強 這是在我的定義裡面 科學跟技術裡面 技術這個部分 因為技術大家都會講說 技術那就看專利啊是不是 正好就那麼臭小 在前年中國大陸專利呢 也在過去20年不斷的提升 在前年也超過了美國 美國在過去20幾年 一直都是世界第一 就正好是在前年 中國大陸也超過了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 專利其實不是一個 能夠判斷一個國家的 真正的技術的一個指標 為什麼呢 因為專利有很多都是 講難聽一點都是垃圾的 因為很多專利它其實沒有用的 那很多人申請專利 只是試試看說 我申請了一個專利 然後呢看看有沒有要 把我的專利買去 這個可以 我把專利賣掉就算了 所以這個專利 看它到底有沒有用 要去看這個人申請完專利 得到專利之後 他願不願意繼續付費 來保有這個專利 那中國大陸的專利非常多 但中國大陸呢願意付費 兩年三年甚至五年以上 保有這個專利的比率 卻非常非常低 換句話中國大陸很多專利 並不能夠真正呢 經過在這個企業的這個考驗以後 變成了真正實際的 所以要看就看這個世界500強的企業 也就這麼湊巧就在前年 世界500強企業的統計呢 中國大陸在歷史上 第一次超過美國 然後去年當然領先幅度更大 前年是124家比121家 那去年領先幅度就變得比較大 但是呢如果我們仔細再看 世界500強裡面這些企業 中國大陸企業每一家的獲利 因為你有它這個排行是用這個revenue 就是用收益來比較 但我們要看每一家你賺錢很多 你不見得是賺錢的 你雖然收入很多不見得賺錢 因為你可能利潤還是賠錢嘛 那有的公司呢 雖然賺錢不是很多 可是利潤很高 像台積電利潤是非常高 我前天發覺這個世界500強裡面 科技類公司 這個利潤最高居然是台積電 台積電第一名啊 台灣大家都沒有發現這一點 台積電毛利極高 這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呢 所以大家仔細去看中國大陸這些企業呢 就的確營業額非常大 但是獲利率並不高 或者它的人 就員工人數也很多 所以平均下來 每一個人的產值也比較低 所以中國大陸自己的學者評論以後就說 中國大陸的確非常大 但大而還不夠強 但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製造業一樣 一開始迎頭小利 但你不停的製造技術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中國大陸企業呢 就是因為有很大的市場 讓不斷地去製造 然後賺的錢雖然是比較 可是利潤比較低 可是不停地這樣演進下去 它就越來越強 所以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我們剛剛前面在講說 這個大國之間權力競爭 有這個軍事 外交 經濟 科技 科技跟這個經濟是最密切相關的 科技也可以支援軍事的發展 所以蕭伟雄一定非常清楚 如果現在一個大國 一個大的國家 如果它的科技不行 大概什麼武器也製造不出來 對不對 這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科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以支援經濟 支援軍事 所以在這幾個指標比較起來 中國大陸追趕的速度都非常驚人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 美國為什麼現在盲刺在背 就是中國大陸整體的實力 實在太接近了 而且有些領域事實上也超過它了 所以這個競爭會變得越來越激烈 那你看到美國打擊 中國的各種手段 也會越來越無所不用其極 這是一個很必然的現象 對 不斷組所謂的小院高牆 但是中國大陸在經濟或者是軍事上 還有國際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的 我想問一下大使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出招之後 Blumber他也特別說 美國你恐怕頭疼才要開始頭痛了 因為中國大陸可能會對台灣 發動所謂的灰色地帶的戰略 比如說這一次的軍事演習 就是所謂灰色地帶戰略 他沒有打你 他就在旁邊把你包圍起來 所以這叫灰色地帶的戰略 比如說這在台灣附近的軍演 提高對台灣做生意有風險 那避免跟美軍直接的對抗 所以這叫做灰色地帶的戰略 美國你恐怕才要開始頭痛吧 其實就是這個 其實裴洛西到台灣來這次訪問 我覺得等於促進 等於推進 推快了 往前推了 對 中國大陸就是統一的進程 因為中國大陸本來這個 就是兩岸統一啊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步驟 跟他的一個藍圖 那可是裴洛西這一次事實上是 把美國的政府意圖擺得更明 也就是說基本上就是明確的希望 挑起兩岸的更大的衝突 那麼利用台灣作為抑制中國大陸 這個崛起的手上最主要一張牌 一個工具啦 那已經就等於說是已經毫不掩飾了 就大大大地來做 那所以中國大陸必然他要把他這個統一的時程 我們往前面提 像明天開始的六場軍演 實際是應該是說 裴洛西給他創造的一個條件 一個非常有類的條件 因為裴洛西事實上的話 他也是內外不得人心啊 美國的戰略學者 基本上都認為裴洛西這個做法是錯的 那錯的就是因為他覺得是 這個給中國大陸一個 更好 更一個機會 而確實也是如此 那就是說明天這些 明天整個的這個軍事發展 我覺得就已經變成一個 後裴洛西時代的兩岸關係 這兩岸關係 邁過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座山 也就是中國大陸直接 軍事在台灣的周邊存在 而且演練 而且呢沒有招致任何的 任何的這一種 一種主力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是裴洛西他的 他這次訪台之行所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過去是不太用經濟牌的 可是就是說 來做成 對台獨政權的一種回應 那可是他現在基本上 有幾個大的策略 中國大陸已經看得很清楚 軍事的手段會更直接 會更堅定 然後呢更具怎麼樣 更具這個實際上 一個威責的效果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台灣內部的政治勢力 很明確的已經把 就是說台獨的力量 把它非常非常明確的 驅隔開來 我們最近也不要忘記 昨天中國大陸還宣布 一個是台灣的民主基金會 另外一個國和會 他已經把民進黨政府的政治人物 過去就是蘇貞昌 吳釗燮 這兩個人 然後現在又加這個機構 一起列入 黑名單 不可悔改的台獨 人物跟這個機構 然後已經加以制裁了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認為將來大陸 會在經濟上面的制裁 會更多 不要忘記我們去年 大概從大陸的經濟的 貿易的順差是1200多億 1200多億 現在事實上打擊的範圍 可能還不到兩億美金 甚至一兩億美金 那可是如果說擴大到20億到30億的 這個打擊面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對台灣就會產生很大的經濟壓力 對民進黨政府也會形成很大的壓力 對他未來的這個獨派的這種激進的做法 可能會產生很大的 在民間的反感 因為這個獨派這些 每天就是說叫叫叫叫 可是他還對台灣的事實上的 一般老百姓的這個生活 跟經濟活動影響還沒有那麼大 可是現在因為你這個獨派的這種 政策還有這種作為 你會導致台灣老百姓 部分越來越多的人的經濟生活 受到直接的影響的話 那這個對獨派在台灣的發展 是很大的抑制作用 而且這個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ECFA 這個所謂的兩岸的這個 經濟合作協議裡面有一份 500多份的台灣的這些 消大陸產品的這個找收清單 對 這個如果大陸方面 他現在因為他現在挑的是比較容易 做制裁的農於產品 這些是比較容易的 就照國際貿易法來講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對於 這個輸入方 他有比較多的 就是說暫停貿易的採量空間 那如果說下一步我就覺得可能會去檢討 那個ECFA裡面的500多項的找收清單 也是給台灣輸入到大陸的產品 一些較優惠的市場進入條件 也就是較低的稅率 讓台灣的很多廠商 可以把大陸的這個方面的市場 它生產的 譬如說高端的腳踏車 單價2000塊美金的 基本上的話給了我們台灣的市場 非常產品 非常優厚的一個市場 讓其他的腳踏車 進入到中國大陸市場上 沒有辦法跟我們台灣的 同類型的 同價位的這種 高端腳踏車競爭 那這都是很大的利益 那就是說在1720幾億的 這個美金的 這些項目裡面 中國大陸如果挑出200億的話 那很大 那就非常影響非常大 那可是農漁業的話基本上 我是覺得基本上 它是對我們這個 比較基層的民眾 那影響比較大 那如果挑產業 如果將來那個 AQFA的早收清單 被拿出來檢討的話 那台灣的工商業界 給民進黨這個政府的台獨政策 就會從內部產生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過去中國大陸 總是覺得大概就是說 造成一個大的一個環境條件以下 以這個局勢 以這個趨勢 來造成統一的一個民間的壓力 可是現在看起來 因為美國的動作越來 動作越來越大 這個日程越來往前提的情況之下 那中國大陸現在一種被動的情況 看起來已經改成主動了 所以我覺得將來就是說 是從多角度方面 最主要在軍事 在經濟貿易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 這些主張台獨的 個人跟這些 還有就是這些機構 可能會受到更多的制裁 是 中國大陸當然手中的牌很多 我想問一下邵偉哥 因為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軍事的壓力 未來也會越來越多 譬如說這幾天 兩天 共軍來到台灣的ADIZ 2號有21架的軍機 3號就是最新的27架軍機 包括了殲-11 殲-16跟蘇凱30 另外裴洛西這一次的專機 他繞行的方向 也被大家討論很高 因為他繞了一大圈 就被說擔心到南海這個地方 會觸怒到中國大陸 大陸在南海那個地方 也部署蠻多東西的 對 因為其實大陸他在南中國海 第一是他在南沙群島 他現在過去把一些 原本是這些真的是小的那種礁島 對不對 他把小島化為大島 然後小島要塞化 大島基地化 甚至於在這些大島上 還建了這個機場 那都成為他未來在南海行動上 重要的依託 這當然這也成為美國之所以 一直宣稱 中國大陸改變了南海這樣一個現狀 甚至於還讓菲律賓 去提出南海這個仲裁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而且他這次大陸的南海艦隊 在佩洛西要來的這個時候 他也派出相當多的軍艦 在海上進行大規模的 這樣一個海上的航行 因為如果說今天佩洛西 他照原先走的這樣一個航線的話 從大馬離開 然後從南中國海北上 他其實昨天他下午還蠻早 飛機就起飛 大概四點多就起飛了吧 但是一直飛 飛了六個多小時才到台北 等於說大概多飛了 我估計大概是少多飛兩個半小時左右 最主要就是要讓他這個飛機 從大馬起飛之後 通過印尼 然後轉進菲律賓的馬尼拉飛航情報區 因為他如果說他今天走南海 走三亞飛航情報區的話 雖然說美軍的飛機是軍機 軍機在通過飛航情報區的時候 不竟然要向民航機一定要層層的報告 還要在這些報告點上 有些什麼強制報告點一定要報告 軍機基本上來說 可以不用甩你這一套 但是就變成說你軍機在那邊飛 離海南島或離中國大陸 在南沙 西沙等等這些據點 相對來說距離就較近了 那就有可能被大陸海空的力量 還真的實現了半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美軍這一次的C-40C的專機 就刻意選了菲律賓的東部的海面 這個區域當然離大陸的這個 在南海能夠活動的範圍 相對來講就遠了很多 因為你看如果說他今天那個戰機 要從這個南部戰區或從海南島 要進到菲律賓海的話 只好要橫越整個南海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這幾年軍機 他們在繞台的時候 它其實相對來說是相當的謹慎 也就是說謹慎的部分 跟過去來講可能不一樣 因為可能過去是怕這些飛行員跑掉 現在是怕飛機萬一飛到一半 有些狀況的時候怎麼辦 那如果萬一掉到海裡去 你這個人即便彈射逃生了 要能夠去把他救回來的這個機會 也不是那麼的輕鬆愉快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像比如說他上次完成這個繞台 第一次繞台那個飛機 TP-002 他本身是用了一個無人機 無人機為什麼 因為萬一好 無人機飛行的過程中 萬一真的發生紀念故障 掉到海裡面 那他不用去思考 搜救人員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看他這次的飛機 要橫越整個南海的北部 然後經過巴士海峽 進到菲律賓海去攔截 或者說半飛 佩洛西的這個專機的話 那個距離相當的遠 所以對於這個美國來講 他這次我覺得相對來說 也是透過之前兩國元首的 這樣一個會談 等於說他也讓空軍走一條 相對來說比較不讓中國大陸會 那麼跳腳的這樣一個航線 因為大陸也曾經多次宣誓 這個南海的這樣一個主權 雖然說這個南海的主權 你如果說放到 國際海洋靶的公約上來看的話 的確他兩岸之間 過去都在南海的這個主權上尊索 因為其實也是因為 基於1940年代末期 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 是南海十一段線而來的 但其實這個東西 在現在的聯合國海洋靶公約上來講 不見得那麼站得住腳 所以我們之前馬先總統也提出 這個主權在我擱之爭議 共同開發共享共榮這十六字爭絕 意思其實也就是 我也瞭解過去的這個說法不行 在現代上站不住腳 但是呢 我又不能打臉過去的政府如何如何 我必須要說現在 我們就按照現在這樣一個規則走 但至少目前陸方不是 那個抱持相同這樣的看法 那在這個情況下 那美軍的飛機 它這次從菲律賓海走 等於說盡量避開了 中國大陸能夠行動的區域 然後讓它的飛機在這個 繞這一大圈多飛兩個多小時 相對來講是可以在一個 比較安全的情況下進行的 是 所以呢 它避開南海是不是也是覺得 有中國大陸軍事的威者呢 你要輕鬆擁有五星級的享受呢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它可以拌麵拌飯 然後呢 你燙青菜加一瓢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瓢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 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購買 好 我講好 謝謝 謝謝 謝謝